都伏鎮敬峰村委会以为民办实事为宗旨 在党支部书记的大领之下 组成志愿服务队 为群众挖番薯、买番薯 此时为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上午9点几 村委会组织十多个志愿服务队队员 来到坤南湖、伟芬芳加价番薯地当中 帮他收番薯、运番薯 今年60岁的伟芬芳加住都伏鎮敬峰村 丈夫病重、无工作能力 而只在外地打工 家中浓活的丹子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当年来主要靠种菜种番薯来维持生活 村委会领导得知情况之后 积极组织志愿服务队 帮助他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两位开会想办法尽量帮他 确定定时让他刷屎我们跟他做 帮他刷、卖 我们村委会也有困难的东西 种子、肥料都要帮忙 尽量帮忙是困难的 不是他一副整体我们庆峰村委会 有困难的 确实需要的都要帮 韦芬芳有两畝田地 一畝种番薯 其他种些蔬菜 在志愿服务队的帮助之下 番薯地重开滑 收番薯再到分茧 装车 一会儿就完成了 看到这些 韦芬芳觉得非常开心 有了村委会的帮助 韦芬芳不再为销路发售 亦都不需要再风吹日晒地卖番薯 心里非常高兴 据了解 警方村委会充分发挥党员干部 先锋无犯状用 及时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以解村民燃眉之急 继续提高基层群众生活水平